今天我們邀請的是司法案及首署 司法案及首署 有沒有包括首署,不然那麼多高等法院來 包括首署 包括首署的業務報告 所以我是建議,我不知道是誰的問題 應該是司法案的問題 好,我們請秘書長 請林秘書長 政委員您好 秘書長好 這個根據司法案的組織法第七條 這個今天有哪個你的首屬機關沒有來 還是有一部分的機關 根據你的司法案組織法第七條 這個哪一個機關沒有來 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 他為什麼不用來 因為今天是立法報告 沒有,還有一個是預算 還有一個預算的解凍 沒有錯兩個嗎 我們的通知裡面有兩個 那個工程會這個預算沒有被凍結 所以他今天不需要報告 有關這個原住民族專屬法庭 非常謝謝司法院在今年一月一號開始 成立的九個地方法院的一個原住民族的專業法庭 那我們在今年的七年的十二月二十七號 七年十二月二十六號 十二月二十六號 這個也提了一個提案 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希望在九個地方法院之外 人口較多的 也希望能夠設置專屬 審理原住民族的相關的這樣的一個民刑事案件 不曉得這段時間已經經過半年以上 有沒有在進行 有各法院都有設置專屬 設置專屬 各個法院都有 各個法院都有設立 好這個非常謝謝這個司法院 這個因為設了這個專屬法庭 專業法庭或者是專股 也確實相關的這些原住民的民刑事案件 有非常好的一個 有一個比較正面 有比較正面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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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 譬如說這個最近這個烏來這邊的一個案子 也都可以是一個正面的 都能夠考量到原住民族的文化 這個特殊的習慣各方面 那有關這個這樣的一個希望訓練 相關的訓練當然就很重要 我們如果從這段時間呢 從特殊組 從高檢署 一直到現在剛才講的地方法院 台北地方法院 可見的這個訓練 需要做一些調整 社會的歷練 社會的脫節 非常嚴重 非常嚴重 而且 如果尤其是高檢 台灣高檢的那個林秀濤檢察官 我看他的那個發言 那一般民眾就怎麼辦呢 一個高檢的檢察官到最高 特殊組 他說因為冷氣太冷 怎麼樣什麼 那麼恐怖啊 他已經是高檢的檢察官了 是這樣嗎 也許是這樣啊 我們沒有去過高檢 沒有去過特殊組 所以這個部分呢 真的是一個 我想法官跟檢察官的訓練 當然在初期是一起的 後來是分開的 所以這個我想這個都是 社會的歷練各方面 都是需要去檢討的部分 請問民俗長 這個 這個法院 可不可以 依 輿論 或者是說 這個媒體 來去 決定他怎麼樣去 處理相關的事物 這當然不行啊 法官是依據法律來審判的 事實上就是有這種狀況 這個 有關公務人員酒駕 我昨天在這個地方 也跟這個人事 行政總署也提了 公務人員酒駕 當然這個 不對就不對 沒有錯 但是事後的相關的這些 懲處 怎麼樣是一個公平 公正 是一個很重要的 當時你們的某個法院 說 因為輿論的壓力很大 竟然對我說 啊 輿論的壓力很大 當然這個整個案子 我是事後才去問他 很久很久以後我才問他 因為我看我也是看媒體了 我說這個要需要移送到這個工程會嗎 需要到停職嗎 他輿論壓力很大 這個就是連這個回答都不對 所以這個都是需要怎麼樣去做交易訓練 已經當了法院的 的一些很高的職務 這段時間呢 比較在媒體有報導的 這個有五個案例 都是公務樂園酒駕 在你這個司法院的體系有一件 當然也有學校的校長 校長有兩件 這個也有保護部首屬的單位 也有我們行政院首屬的單位 這個結果都不一樣 結果都不一樣 而且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身份 是不是因為他是原住民族的身份 我不知道 他是0.47 原住民族的 是不是因為原住民族身份 我不得不懷疑啊 有一個校長 他不是原住民 1.33 1.33很高啊 那原住民0.47 那有一個是 這個不是原住民0.6 也比較高 這個懲處都不同 懲處都不同 今天公務樂園懲戒委員會 這今天不在 未來審議算的時候 我還會問他 到底是怎麼樣 何況 有一個校長 態度非常好 不好 媒體都有報導 而且 這個還被起訴 被起訴 還被判刑 他現在上訴 我們原住民沒有啊 態度良好 結果懲處 很重 真的是 吃法宴啊 你要參考 行政院 行政院在7月16號 發了一個文 他當然經過開會討論 怎麼樣的九策子 是申戒兩次 怎麼樣的九策子 寄過一次 怎麼樣的九策子 寄過兩次 有一個行政院所屬的 九策子 比我們那個原住民高很多 他就寄過兩次 啊 移送到工程會 標準不一 也都非常重 這個已經是涉及到 停止就很重啊 停止 就涉及到工作前啊 停止 雖然是可以複職 那就是很重啊 啊 這個 秘書長 你司法院要定一個 參考 行政院 你要定一個 讓你的各機關 各法院 能夠做參考 也讓工程會 你能夠參考 他說他獨立啊 但是總是你要定 那我也會要求考試院也要定 考試院更要定 因為他是整個公務人員的一個 一個最主要的主管機關 法秘書長你的意見如何 對這有關於就是 處罰 公務人員 如果酒駕這個 這個處罰的一個標準 當然是要避免這個 協議性 就跟量刑一樣嘛 以免造成這個 之間的這個不 實質上的不公平 我們會朝這方面來努力了 但是工程會 因為他是一個獨立的一個審判機關 那這個是可以做成 是可以建議他 他們也要 有這樣類似一個處罰的一個標準 也是可以向他做一個這樣的一個 秘書長你可不可以請他提供 請工程會提供 給司法法治委會 包括本席 有關 這個近五年來 公務人員移送懲戒的 然後它是什麼樣的案情 然後他做的懲戒 然後他做的懲戒是如何 是停 是申戒 還是降級 降多少級 還是怎麼樣 是不是近五年能夠做一個一個一個表 可以啊 可以做一個統計表 他的案情是怎麼樣 因為我發現了 光光這事件 這事件真的是天出地點 好 而且是校長 為人師表 都他這麼親的 那原住民非常 最親的那個 那個九冊子 我就不得不懷疑他是不是 這個有原住民族歧視 所以這個我當然我便宜懷疑 但是數次出現的是這樣 所以吃飯要趕快定一個 相關的這些 一個標準出來 以上 謝謝 謝謝 接著請 李貴敏委員發言